再来带您看到引发半导体界瞩目的消息 台积电前营运长蒋上毅 担任中国最大晶圆代工厂中兴的独立董事一职 蒋上毅首次对媒体发表回应 天下杂志引述了蒋上毅的电子回忧指出 蒋上毅在接受职务之前 就已经取得了台积电董座张忠谋的同意 并且也承诺不会做出伤害台积电的事情 包括不会帮中兴挖角台积电现有员工 也不会建议中兴做对台积电不利的事情等 蒋上毅强调 入场中兴和台积电无论在技术 公司规模还有业绩的差距上都非常大 它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当个读懂就会让台积电和中兴的差距缩小